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来大西瓜之前 我比较主要是集中在自学 然后看一些 还有官方的四件套的模拟考试题 然后在很久之前 应该有在第三方稍微上过几天课 我考过两次 那专门同学方便给我们分享一下 你在来大西瓜读了哪些课程呢 我就读的是一对一的课程 然后主要是在听说读写上面都有相对一到两个小时的课 那你还记得你的一对一认课老师有谁呢 Belinda老师 然后小楠老师 然后Jacky老师 那通过这些老师的一对一课程 我们有获得怎样的帮助呢 我觉得比较多的是技巧上的提高 因为在之前自主备考的阶段的话 我比较注重于在刷四件套的题 然后其实忽略掉了有一些基金上面 还有考试的技巧上面的题 就是纯靠我自己已有的那个知识 已有的能力去回答问题 因为其实官方四件套那些题呢 是为了让我们熟悉考试 就是考试题型 考试节奏 以及考试界面的 那跟实际的考试的话 实际的考试中是不会出现四件套里面题目的 所以大家不用去就是一味的去指炼这个官方四件套 其实真体预测重要程度 远比官方四件套要重要的多 因为这是我们考试中会遇到的原体对吧 对 那Donald同学方便给我们分享一下 在这个一对一课后 我们复习了多久 拿到这次高分巴架的好成绩呢 我预估应该是大概10天左右 但是其中是5天有比较集中的在复习 就是说take一整天的时间在复习 除了那5天之外的话 每天一般是三到四个小时 Donald同学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 大西瓜的备考材料 你有使用哪些呢 然后你最推荐哪一个 我在大西瓜备考材料里面比较推荐大家使用一斤斤 因为一斤斤上面的鸡精比较全 并且跟考试的那个真体重合率比较高 然后我个人更喜欢SST轻松剂 还有另外一个是满分作文模板 那我们在这次的考试中 这个SST啊WFDR这些题目它的命中情况是怎么样呢 我那一次考试的话 SST就是这个Summarized Spoken Text 所有的题目都中了 并且有一道C0题 是我觉得应该也是在里面的 然后那个满分作文模板里面所有的那个作文 我的那一篇作文在那个满分作文模板里面 也是有详细的模板 所以大家其实比较适合的就是说在考试前 把所有的基金还有它的模板 全都做一个系统的整理和归类 WFD是三题 并且三题全都是在基金里面有出现 那我们平时练习的时候有使用大西瓜的网站吗 我有在频繁的使用大西瓜的练习网站 并且我觉得大西瓜的练习网站 是我用过的所有网站里面比较容易上手 而且答案什么的出的比较的正确 庄长同学方便给我们分享一下 你在用大西瓜网站刷题的时候有去刷WFD吗 有我有用大西瓜网站刷我的WFD 并且我会使用那种敲击键盘的快速打字的功能去做WFD 那我们在考前大概刷了几遍WFD呢 考前我应该刷了两到三遍 所以我们从专门同学的成绩单也可以看出来 WFD这一次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如果存在类似情况或者是存在写作部分卡分 或者是听力卡分同学 这个WFD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 大家一定要好好准备 当同学方便跟我分享一下 在整个PTE的备考中 就是从你开始准备PTE 到你现在这次拿到高分巴炸成绩 在整个备考中你最有心得的是哪一部分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上完课以后有总结 老师在课上讲到的一些技巧 然后回家并且回家以后通过对基金的练习还有刷题 就巩固这些技巧 千万不用以前自己的那套就是比较旧的思路去做题 会有一个显著的提高 那谈到就是课后去练习啊 包括用这些技巧 我们在课后有去交作业吗 这个交作业的话有任客老师给你批改吗 还是说是其他老师给你改呢 我交作业以后 我会就是在群里at那个任客老师 他们都会比较及时的回答我 而且虽然有些时候可能时间比较晚了 我觉得任客老师都会尽量会在当天把那个我的评价就在群里面给告知我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然后对我的成绩的帮助也非常的大 那张同学作为一个PTE在20天有如此进步 从69到83这样一个成功考生来说 你有什么想对现在还在备考同学分享呢 所以我觉得在备考的时候比较重要的是需要真的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比如说在备考前五天的时候人会有一个紧张期 因为那个时候离考试已经不远了 所以那五天的时候紧张是难免的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可以通过刷题去换解那个紧张非常有效 人沉浸在那个刷题的过程中 你会自然而然就忘记这个紧张感了 然后如果是在被考前二两天或者三天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休息调整时间和作息 然后这样的话对考试到场发挥的时候 会保持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 对 我们考试的时候会紧张吗 还是说是属于那种考试完全不紧张的选手 我我考试会紧张 不论考多少次我还是会紧张 那我们怎么去克服这个考试中紧张的情绪呢 我我是会有稍控制一下 其实我是走到那个考场门口的时候 我就就就开始放松下来 没有那么紧张了 但是就是说考前 坐在那里等那个考考场的工作人员安排位置的时候 那一段时间非常适合环节情绪 环节紧张情绪 而且那个时候喝一杯水非常重要 嗯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这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去调节自己的紧张情绪 你看这我们高分巴扎的同学考试之前也会紧张 是的同学考试的时候都会紧张 所以大家不要去担心 紧张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情况和一个现象 关键在于怎么样去调节 对吧 没错没错 嗯好的 那我们感谢东东同学今天给我们带来精彩的PTE备考经验分享 我们本期的访谈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们下期再见